冒险道风之传说日常玩法中加入新的副本了 永恒之塔是结合爬塔玩法 与一对一决斗的单人挑战副本 小伙伴们需要清理每一层的怪物 层数越高呢 怪物的实力就越强 那在永恒之塔战斗有什么特殊奖励吗 当然有了 新出现的升级材料饰品炼成本 就可以在永恒之塔中获得 而且层数越高奖励就越多 不过小伙伴们也不要贸然进入 因为每层都有要求攻击力和防御力 也有相应的通关条件 比如13层的 攻击力要求在11000以上 通关条件是消灭30只普通怪物 和一只金银怪物 并且复活次数在5次以内 如果冒险家的自身属性 比于每层要求的攻击力和防御力时 对怪物造成的伤害会减少 自身所受到的伤害会增加 还是非常危险的哦 不过通关奖励也是非常丰厚的 神秘的视频 炼成粉 高级道具捷径 和传说集装备图纸等等奖励 等着各位冒险家来拿